判小聪 恐怖再戰 我們先聽到電話 這是Kelvin Hello Admon 好 各位嘉賓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一个个案 我在物宗的道场里,一些大师的口述给我听 物宗师傅斗这个钢头师 是?怎样斗呢? 我们学法里有位师兄做医生的 他中了钢头,回到我们的道场求助 他怎样知道中了钢头呢? 因为这个女病人很喜欢这个医生 我们的师兄 在马来西亚那边请了一个不知什么钢 类似是外情钢 是的,挺有名的,特意放这些钢 他后来怎样发现呢? 医生发现开始慢慢梦见那个女病人 越来越频密,有亲戚的发生 是的,有甜的事发生 他开始以为工作太忙 但是后来觉得不妥 他经常想着他 有一天回到来 师傅又看到他的气息不太妥 他问他什么 他说了这件事出来 这样跟他解降妥 我听我的师傅说 因为我当时还没有进门 我师傅口述就说 他们年轻的那些师兄师弟 也有一份帮手 这件事 就跟他做这个恶斗 因为后来他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家里也有弹 就是售物众 但他家里的壁的镜子都裂了 然后师傅就跟他看看 看看有多严重 那师傅就找了一支 遗迹金刚柱 就跟他加持一下 他就不停嘔 发现他的嘴巴 嘔了头发出来 那么恐怖? 是啊 那时候师傅说 看到他在嘴巴扯了头发 即是很长的女人头发 就是头发扯了 扯不完 然后跟他继续唸咒 最终是怎样 用其他方法 同一晚里最终搞定了 还是怎样 都要一段时间 就是跟他解 听师傅说 他的头发出烟 那他的身上 会找到一些针 针也有 针也有 后来他们就跟他做 这个孔雀明王 解这个降头 解这些 有听过 是的 因为土地说要以毒攻毒 那为什么孔雀明王 以我记得这么说 因为孔雀明王 是很漂亮的 孔雀明王 因为他本身也是毒的 其实也是 要用毒去攻毒 是的 但谁知道他们说 这个时候反而更厉害 然后师傅说 不是 对方越阳在马来西亚 逗过来 OK 不如你简单一点 那 怎样呢 最后了 搞了多久呢 是的 最后这个医生当然没事了 现在你说出来 就知道没事 但是他也有些伏尾要跟着 哦 听说他这个女病人 也是 城中有一个女艺人来的 如果你下一次 讲鬼故事的时候 你第一句说这一句 我们整件事听下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了 看完了 没有了 最精湿的部分 看不到的了 是啊 这个只是恐怖在线每晚的精华片段 那如果你想看到一个小时免费的说话 那可以在星期一至五晚大概11点 答八个字 可以去到admundpun.com 只要在Facebook 只要你like了我们的专业Hotbase 都可以看到的 另外Vchat的火嘴网 和BigBigAir的手机APP 都可以看到大概一个小时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想看全集节目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说话 那麻烦你参与我们的月费计划 现在声音的月费就是30元 而视像是40元 那只要你成为我们月费计划的会员 那便随时下载 随时看完所有节目 那还有只要你加了10元 就可以用到我们的BigBigAir的手机APP 很方便 那便随时在手机里面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那所以不用想 立刻下载 立刻成为我们的付费会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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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